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有人没有穿鞋子 那不就更危险 诶 不过有人知道这种玻璃瓶回收以后到底可以干嘛吗 这个问我Dr.R就对了 其实只要是玻璃瓶 如果乱丢都有可能造成别人受伤 还会污染环境 但只要花一点点时间随手做回收 将喝完的提升饮料就近拿到附近超商 或是搜集起来交给清洁队员回收 玻璃瓶的命运可就大不同了 像是新竹县政府环境保护局 正在努力开发提升饮料玻璃瓶的第二圈 将最容易被忽略的 褐色玻璃瓶和绿色玻璃瓶 回收处理后化身为保水性家 适合种植多肉植物的盆栽 还有充满艺术气息的指正 拥有同质感的雕塑作品等等 所以证明我们只要好好做回收 就能让废弃玻璃瓶咸鱼大翻身哦 原来玻璃瓶可以有这么多的创意变身 那下次大家也要多多推广给 向亲朋友们知道哦 回收绿包报 我们下次见咯